现在低成本的无土栽培的使用啊 越来越广泛了 前两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个信息啊 就拍了照片 说现在他准备做无土栽培 用这个营养波 做这个无土栽培 把营养波里面放入机制 这样去栽种 看行不行 不行也不行了 为啥呢 因为他已经装好了 是吧 这个营养波呢 感觉和我们平时 我们自己做的那个种植袋 感觉是 实际上无非就是一个容器嘛 都是容器 但是还是有差别的 首先透水的话 营养波也没问题 营养波底端呢 它是有透水孔的 这个不会积水 这个和我们的袋子也是一样的 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颜色的区别 市场上的营养波 一般都是黑色的 从里到外全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冬天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还会好一点 我上来光照照以后呢 黑色吸热呀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它的根系啊 温度相对会好一点 但是我们考虑到有点一个 在秋季和春季 这样的一个温度情况下 可能你这个黑色的 有可能就麻烦了 因为黑色吸热 到春季的时候 特别到五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彭氏的温度啊 白天一般都在三十度以上 本身这个高温的情况下 再加上你这个黑色的这个容器 所以说呀 你会造成你这个根系周围啊 这个温度会过高 当达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呢 这个根系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选择这个无土栽培 装机制这个容器的情况下 一定要去考虑清楚了 你像我们用这个种植袋 实际上我们舍机这个种植袋呢 都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啊 好比说我们这个里层是黑色的 黑色的不透光 这样的话根系这情况下 即便就是露出了机制 和我们这个带子这个薄膜啊 相机了 但是因为它不透光 这样的话它根系 不会受多大的伤害 外面设置的那种银白色的 银白色它对这个光啊 是反射的 这样的话它不会吸光 它就不会造成机制啊 温度过高 所以通过这样的考虑 才去做一个种植袋 所以我们种植户 以后在做无土栽培 这个低成本容器的时候啊 要考虑清楚 选择哪一种容器比较好